哈喽,我是老林 有一个蚂蚁在那儿跑 你跑很快呀,你是不是? 蚂蚁哥 你干嘛呢? 好,你就陪我聊天吧 你要去哪里吗? 我还在那儿休息 你去 蚂蚁泡哪儿去了?在这儿 太好着急的蚂蚁 你要找你的哥们儿是不是? 我就把手放在那儿吧 让他自己下去 你去吗? 手很油是不是? 刚吃的早饭 我还在那儿休息 可能明天后天也要休息 我累死了,全身痛 蚂蚁哥呢? 还在 待得很开心呢? 只不过是我的这个 一些 战略 必须得翻思 我觉得 我们就说昨天 哎,蚂蚁跑了 拜拜 你别跑我的腿好吗? 那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看我那么肥 那么肥的大腿 嗯 嗯 嗯 对我昨天我告诉自己 先要工作 先要弄一些视频 要整一些照片啊 要写一些东西啊 然后下午 可以去海滩 结果上午大太阳 我在这儿搞我的一些事情 然后下午我出门的时候 阴天 挂风啊 冻死我了 我还是去游泳 我还是去海边 但是 嗯 战略有问题 德国人嘛 这是原则 原则 原则 可能要反思一下 呃 对,我今天要聊什么 要聊 这个蚂蚁 走我脚上 哎呀 可怜的他 他想念他的哥们 我觉得 他不想跟我玩 但是没办法 这里没有什么其他的蚂蚁 我觉得 嗯 呃 对 要聊这个 习近平 他不是有一个外号吗 威尼熊 就是因为他那个 稍微有一点丰满吧 然后 人呢 人家的身材嘛 然后那个脸也肉肉的呀 然后 就长得有点像 威尼熊啊 然后很多人 就拿威尼熊 吐槽 习近平 我觉得 这个 不一定意味着你不喜欢 而是有点那种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都必须得 或者是一个 一个那种公众人物 都必须得面对着一个现象 就是别人会吐槽你 对不对 然后你是 你是14个艺人的领导人 你是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那可能会有 不知道 几千个 几万个 几十万个 几百万个 可能会有好多人 要么对你有意见 要么觉得你好玩 然后就会吐槽你 一个正常一点的那种制度 一个自信一点的那种领导人 他可能会觉得那就吐槽我呗 反正就是如果说实在不喜欢我的话呢 那就下次选举让我吓他就行了嘛 但是习近平不是正常领导人 中国那个体制也不是正常体制 他是那种 反正三次都怕嘛 于是 迪士尼不是 新搞的一个片子吗 Christopher Robin 讲那个威尼熊 他的那个小朋友 就是那个 就是 他不是有一个小孩子 一个 一个小男孩是他朋友吗 有那个胡子呀 有有毛驴吗 有 那个小孩 那个小孩叫Christopher Robin 然后那个片子是 好像是Elon McGregor 就是Train Spotting 那个 那个演员 他演的 讲那个小孩讲大的之后呢 又碰到威尼熊 我还没看过啊 然后当然就是我那个时候 我看了那条新闻 知道吗 是什么一个什么CBS 或者是CNN 或者傻说 有一个新片子 我上Twitter 就是我的英文号码 然后就吐槽一下 我说 这个片子你 你别希望它在中国上映 你知道吗 其实我当时不是很 不是很认真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你何必吗 就是 这种片子你 你你你你你禁止它干嘛 对吧 就是你应该自信一点吧 你不是 你不是伟大的共产党吗 你不是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没有新中国吗 那你应该这种片子也可以允许吗 但是没有想到还真的不允许 我真的 这种领导人 他得弱到什么地步啊 哈哈 然后于是我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文章 一些外国媒体一些文章说 哎呀中国这个气氛变了好像啊 越来越多的人 拿贸易战争 来批评习近平 可能 就是来批评他的一些原因 有多的是对不对 可能是一些党里面的一些对手 就是你自己腐败习近平 可能可能就是打老虎 或者打苍蝇你是苍蝇你是老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你不喜欢他打你对不对 或者是你跟他一样腐败 但是他打你是因为你就是他的对手 所以说你不喜欢 或者是你觉得他他不应该脸上 你觉得哎 你对共产党没什么意见 但是他两两届就可以了 然后就就滚回家了呗 换一个新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说你对他不满意 或者是你对他的新疆政策不满意 你应该不满意吧 那种集中营吧 反正对他不满的理由 我觉得都是 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得面对问题 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对不对 你觉得好像 好像是那种很幼稚那种领导人 可能毛泡胖那种 他会觉得吧 应该应该所有人都喜欢我吧 你那些不喜欢我的那就那就把他们弄死了呗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这个习近平很弱 而且我在想 你这个你这个威尼熊这个外号我觉得很棒 我我个人老雷我觉得很棒 我不是有一个威尼熊背的吗 我不知道泡哪去了放在那在那边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外号啊 是不是啊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这些这些 手下没有告诉你吗 你其实还叫包子吗 那么你要禁止包子吗 还是就是你禁止威尼熊 你以为人家不骂你了 人家吃包子去了 真的是 然后我让我想到了什么 让我想到川普 川普在那从早到晚喊fake news 假新闻在那说他们是enemy of the people 他们是美国群众的或者是人民的敌人 媒体哈媒体 或者是那些他不喜欢的媒体 是美国老百姓的敌人 让我想到了什么 让我想到习近平 不是一模一样的那种调子吗 你批评我 你骂我 你你你你吐槽我 我就把你定为人民的敌人 然后我我我我我来打压你 只不过是川普 不好意思啊 你这个体制不允许你 就彻底的打压那些媒体 川普看哭笑不得 是不是 反而我是哭笑不得的 唉 那些 没有民主的那种 那种思想那种领导人呢 一个逼一个敏感 一个比一个有那种各种荷尔蒙啊 各种情绪啊 各种害怕啊 各种不要批评我啊 各种你不喜欢我把你弄死啊 那个那个蚂蚁抛到那个手机上去了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来嘛 我一会把你放在外面 哎好 他这么着急干什么 碰哪去了 碰哪去了 啊 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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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蚂蚁哥你不累吗 不累吗 你就 我录视频也要过来嘛 我这个视频难看死了 一直在管你这个小蚂蚁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蚂蚁 我觉得蚂蚁很乖的 蚂蚁好像 你把所有的地球上的蚂蚁 架在一块了 它们的重量 好像跟人类加起来的重量是一样的 或者是比我们更多或者啥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假新闻 是不是我在胡说八道 有可能但是反正它们很多的 蚂蚁在那儿 跑哪去了 然后蚂蚁我从来没有看过 一个单独的蚂蚁 在那吃东西 你有看过吗 蚂蚁总是好像看到一个什么好吃的 他不会想到自己先吃 而是他会叫他的哥们过来 然后一起把那个东西弄回家 然后有的时候那些东西很大呀 我会觉得你怎么 你怎么搬得动啊 但是那是蚂蚁嘛 蚂蚁很厉害的 然后哪里有垃圾啊 就是除了那种塑料垃圾 但是所有的那些能吃的那些垃圾 蚂蚁来处理 我也很棒 而且他不会把我吓到 不像蜘蛛一样的呀 这个 看这个蚂蚁在那儿跑 蚂蚁哥 哎呀 哎呀 羊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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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准备把它放在外面 你们那个 都保重啊 这个习近平不要哭 人家骂你 你为你熊 是觉得你长得比较丰满 比较猛 人家骂你包子呀 是觉得你是一个 一个很亲密的一个领导人 啊 不要敏感 不要哭 然后穿胖胖的也不要哭 他不是都承认了他儿子去找俄罗斯人 找一些资料吗 哈哈 这件事怎么说的 这件事说 哎呀我儿子去去见那些俄罗斯人是谈一些 是谈一些俄罗斯小孩的问题啊 然后现在就 就改口说 哎呀 反正没事嘛 就找一些关于Hillary Clinton的一些资料 啊 什么是fake news啊 好 那个妈也跑了去了 我再找找啊 拜拜